来看一下韩国阿昆马对战武汉小灰 小灰就是打全黄98那个小灰啊 98那个非常实力强劲的 跟小孩55开那个小灰 他来打2000 大家看他水平如何吧 这里跳cd直接确认上热动双杀 边上冬杖援助 吹飞再接一个cd 那现在板边对方起身 哦 周生龙配合自己的再次援助 又把小灰的血量给他收割了 只是这里小黑的血量还是处于一个绝对优势 不过阿昆马这个老油条 援助玩相当于精妙啊 现在你看了没有 又把小黑的血量给他挣到 小黑AB回避这方的反驳 继续乌鸦要给他加7 阿昆马翻起两个之间 哎呀 这是个坑啊 你怎么跳进去了 小黑啊 他故意让你跳啊 但小黑也没有办法 如果他不跳的话 那么时间到了 跳的话 又被对方套路 这种强二局 谁都有可能赢 如果水平差异不大的情况下 不过 阿昆马的胜率是比较高的 我觉得阿昆马能够先开张 环境配合拳打完之后 小黑的血量跟对方差异 无陈纳 阿昆马第一时间解头啊 因为小黑这里这个环境配合拳 这地方第一时间解头 好传播叫圆柱 对嘛 小黑再次给自己废弃补了个圆柱 阿昆马马马显 好像是2000的低马力啊 超级马力 你留意他的马力的用法他的远度 小黑现在这一丝雪东张在哪里 要不要起车凹一下 果然起车凹了生龙了 八神来打玛丽 比赛费得强 阿宽马上来就第一时间叫了 到了金身了 小黑键鼠标也就 写风破对方的下盘金身轻垂 炒腿下腿跟上去挂 漂亮给小黑刷个蛋 小黑有98的底子在 这力回能力还是比较强了 中生龙叫东胀 左右再配合介绍杀 连锁启动跟上去之后 这波打到对方 失败血 又是斑鸡 做一个前置 前冲一个前逼 打你蹲防不能 好的 来来看小黑这边 面对的是 阿宽马 阿宽马这里用库拉来反播 小黑忘了吗 这个老油条啊 好 骗了对方一个圆柱 没事 东比用圆柱打连招 但是他忘了 对方这里是一个套路呀 你看阿宽马他是故意的挨你挨你一个 这次攻击承受你的攻击 但是他刚才一个位置没把握好 现在小黑面的尖身的 库拉居然顶抗住了 阿宽马这个你看这个手术无人能够解头啊 这家伙吃包子 同来没出过好当身 钻子之脚后面还有一个东胀 拿下这个呼拉就是机会了 完了 距离太远勾不着 哎 平方想反播来不及 那马力来了 几身马力可不好打 小黑现在缺一颗气 拖时间 下笔赞 动招再来 再抓蜥蜂 不要了 直接打巴子 你先把对方雪兰拿下来 最关键 你用巴子 你对方的气 机身会一直在消 先把对方狗给放掉 对面还有一个援助啊 小心 小黑再点 小黑再点 赢的话 那么阿空马就要去背着躲 谁说出来 谁去背着躲 小黑不过去了 动招在哪里 彩青拳把他打下去了 2比0